來到T台政經話的現場 這一個小時 我們請到的是資深媒體人 黃偉翰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好跟我們一起深入的探討 今天的各種深入的新聞議題 另外我們TVBS的資深記者 戴婉林也在現場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今天很多人都在談一個話題 叫做酒店 大家 酒店並不是那個Hotel的酒店 而是比較是一個消費 或者是娛樂的場所 酒店為什麼會引起大家 這麼多的關注 這是兩個月來疫情新聞 因為大家弄得有一點點 比較焦慮或者是比較沉重 今天酒店的一名女工生意 是因為她可能接觸到的人 比我們想像中還要多 整個開支散業這樣散出去 而且她一開始因為工作的關係 她有一點點在隱匿 她的身分以及職業 所以現在整個疫調 就變得非常的複雜 以及非常的多元了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這一則新聞報導 台北市中山區酒店女公關 確定染疫 但第一時間接受疫調 卻沒老實承認身分 難免因為個案涉及個人隱私 或擔心影響別人 或者擔心接觸的朋友 親人被標籤化 因此第一輪疫調 常常會有資料不全的情況 根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8號公布資訊 這名酒店女公關 自述沒有工作 平常都待在家裡 偶爾出門購物 但因為住在桃園 卻在台北出沒 其人一鬥 桃園市衛生局警察局 經過抽絲剝繭調查 才找出真相 儘管桃園警察局還原活動時 掌握包括女公關的工作地點 到訪地區以及搭乘過的計程車 但知情人士透露 女公關工作性質流動性很大 接觸時很難認定 知情人士也表示 酒店幹部只能知道 主桌客人身份 其他陪客太多無法了解 這起家庭主婦變酒店公關案例 接下來如何追蹤 恐怕面臨極大挑戰 特別新聞 綜合報導 這一起確診案例 意外的引發了很多的案外案 包括一開始他說 他是一個家庭的單純主婦 怎麼搞突然隔天 變成一個生活 有一點點複雜的紅牌小姐 其實在疫調的過程當中 大家知道 我先講 這個案子之前 大家還記不記得 從國外回來 必須要隔離檢疫的時候 也有人是虛報的 名字錯了 宿指錯了 他說因為我欠錢 我怕債主上 我不敢 每一個人都有難言之隱 誰都有難言之隱 那這個難言之隱 是因為他在酒店上班 他不希望疫調人員知道 他不希望他家人知道 所以他沒有講 但是問題是 他是桃園人 但是你又頻繁的往台北跑 然後你告訴我說 你的生活非常的 他的字數是這樣 這三區外面 他一開始跟大家講說 平時都在家裡面 偶爾外出購物 那看起來非常單純 所以其實現在很多人在 害陳時中部長 先前有人跟他講 情同熟職有沒有 然後告訴你又怎樣 他都跟著講了以後 最後不是這樣 什麼家庭生活非常單純 平常都在家的人 居然是酒店公關 那怎麼會對 因為他沒有講實話 所以今天其實大家也就 後續的再去了解說 到底為什麼抓出來 因為這個疫調人員 他非常的用心 他發現說 你既然說你很單純 你怎麼會頻繁往台北去跑 你跑去哪裡 你去台北做什麼 最後才發現說 原來他的工作是酒店的女公關 那我們必須要講 這件事情之所以 會引起大家的討論 並不是說 我們要歧視職業別或什麼 而是說他的接觸對象 是非常多的 因為他這個酒店女公關 他每一次在工作過程當中 這可能有一次比較熟 不要客氣了 因為我們跑政治的 比較不會去酒店 然後跑社會新聞比較多 真的是這樣 因為政治記者的飯局相對少 所以這個今天 這是我比較不熟的話題 不過我們可以了解就是說 酒店的女公關 他的接觸的對象 會比較複雜 上班時間接觸 下班之後 可能還有另外的接觸 所以大家就會擔心 這三七九案 我們先不要管他的工作是酒店 三七九案他的接觸的人會很多 這件事情 因為一開始他又沒有講 所以就會 大家會恐慌說 這樣我們都能查得清楚 匡列出他曾經接觸過的人 才會引起大家的緊張 其實昨天陳時中部長 也回答了這個問題 他說一開始 我們當然會相信這個人的說法 就是這一位三七九案的女士的說法 可是後來有人發現的事情 不太對勁 所以有人是深入的進訓意調 這個人是誰 是桃園的一個公務員 來 我們請婉玲告訴我們 沒錯 因為昨天這整件事情 就真的是超展開 為什麼說超展開 這位是女科長眉頭一皺 覺得案情不單純 因為他一聽說 怎麼會生活這麼單純 但是妳的 我覺得 可能就是那個女科長 先跟他交心說 我們都結婚了 那妳到底有什麼樣的隱難 隱難之處不方便講 結果講著講著講著 結果這個女公關就透露出 其實他是瞞著丈夫 去那邊跟老公說 他是去那邊當會計的 去酒店當會計的 結果因為老公是在 中國大陸工作 所以說他們其實夫妻 是相隔兩地的 所以早公不知道這件事情 他就想說這樣跟老公 這樣子講之後 覺得應該沒有事情了 結果沒想到自己卻確診了 所以說在這個女科長的 攻破心房之下 結果這個女公關 就講出了這件事情了 但是我覺得 這可能有一些 可能可能有一些案外案 因為可能這是 比較戲劇化的說法 說是攻破心房 還是有其他的一個 一個手法之類的 不過今天這件事情傳出來之後 網路上就是說 今4月9號可以說是 全國老公回家日 因為從現在開始 酒店那些全部都關了 所以老公們都要乖乖的回家 然後也大家也就 全部的家庭主婦人都慶幸說 天啊以後老公都不用再說 他要加班了 所以這個案379 據說在台北最高檔的 李便福店 有李福店也有便福店 他其實在三家酒店都有在上班 都有檢查 所以他不只在酒店上班 他在三家酒店上班 所以這個就姿勢體大 因為有三家 就是說他的接觸範圍 會比你想像中還要大很多 然後而且他上個禮拜 禮拜二 禮拜五 禮拜六 他都有上班 也就是說他其實身體 已經出現不舒服的狀況了 他還繼續上班 這件事情讓大家比較麻煩 然後到不同的三家的酒店去 而且好像說我剛剛講 就是工作結束以後 下了班以後 他離開了酒店以後 又跟這個酒店的客人 又有去外面吃飯 所以他接觸的範圍 就會超過想像 好 這第一點 第二點是什麼 就像我們之前在談 香港有一個馬祖 他得病以後大家會害怕 因為他的接觸圈 這個酒店跟一般的酒店 比較不一樣 他是屬於高檔的 所以會去的人 大部分都是非富即豪 政商民流 所以現在目前你要去匡列 你要去查他的接觸對象的時候 會相對的敏感跟複雜 所以大家會怕 剛剛婉玲在講 因為這樣的事情之後 現在反而讓全國的酒店 第一個 沒有人敢去的是一回事 現在也告訴你 不能去了 五廳的酒店 現在不可以開店了 那你會漸漸影響到酒店周邊 因為其實說實在 台北市的主要酒店區 在林森北路那邊 他不是只有酒店而已 他整個的酒店生活 全是包含了計程車問獎 每天晚上他要去接送客人 一個產業鏈 他是非常多客人來來去去的 可能到晚上還有人要來 可能到半夜還有人要走 然後還要帶來帶去 還有吃食 附近的這些小吃 或者是高檔的餐廳 因為這個關係 沒有人敢去 也不能再開店了 那影響的人是非常多的 而且因為台北的這個case 現在全台灣所有的 午廳跟酒店也都不能開了 所以就會影響全台灣 所有的酒店跟午廳 附近我剛剛所講的 計程車 餐飲業 跟相關的旅宿業者 都會受影響 所以它影響是非常非常大的 還有一些美容業 做指甲的做頭髮的賣衣服的 這些店年代通通受到影響 而且我們包括 我們回來看這個379案 這一位女性 這個女公關 很多人都對她這個身分 非常非常地好奇 剛剛韋翰也講到了 她所謂的高檔的這個便服店 或是高檔的制服店 有多高檔 我們現在好像收集到一個 在酒店消費的一個單據 一個晚上的消費可以達到 加低10萬塊台幣 對 大概就是大概有10萬塊 我昨天這件事情 其實我去探查了我蠻多的朋友們 但我不能講是誰 因為我過了很多 那現在傳出來這個賬單 我覺得這個真實性高不高 可能只是網路上亂傳的 因為其實有沒有可能 真的叫傑西 這只是在網傳一個名字 這裡有一個就叫傑西 對 這就叫傑西 到底會不會有可能 這是酒店的一個消費賬單 這應該是確定的 只是是不是這個傑西 它的時間點是2月27號 這消費賬單是沒錯 你看這邊其實有帶出廠是 1萬4兩個人 對 那它這邊的費用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高 你看它包括說 它可能喝個可樂 可樂可能是50塊 然後它水錢 水錢也是這麼貴 它的價錢其實非常非常的貴的 然後其實這些都是 點台的小姐 那我有問了一下 其實這個中山區這個酒店 它是非常高檔 它一次進來 你只要進去消費的時候 會有10個小姐站在你面前 然後你可以點台 你選擇 比如說1 2 3留下來 4 5 6我不要再換一個 然後媽媽會 媽媽嫂會再 帶一批小姐再進來 然後你再點幾個 然後下來 然後陪著客人那邊吃飯 那有些老闆就說 我們女生可能不瞭解 為什麼去酒店 男生都喜歡去酒店 他們其實認為說 你在談生意的時候 比較嚴肅的氣氛的時候 如果旁邊有個女生 幫忙倒倒酒 然後調侃一下那個 嚴肅的氣氛 可能會好一點點 所以滿多生意人 都喜歡在酒店裡面 去談這個生意 或者是說做一些應酬 所以說 甚至有些朋友跟我講說 其實酒店不是我們想像中的 都是那樣子 當然有些是Piano Bar 它屬於比較高檔型的 那可能就是 女生可能小姐那些 陪客的一些公關小姐 他們可能都學歷都有高材生 也都是高學歷的 甚至還會精通外語 英文跟日文都很通的 其實在網路上有很多人傳說 這個379的這一位案主 他的外貌 甚至他的長相 全部都曝了光 可是後來婉玲告訴我們 這個是偷來的圖 對 可能是假的 我相信這張照片 昨天大家都有看到 我說天啊 好漂亮 那包括說我們自己的手機 大家都收到很多 在瘋狂瘋狂的傳閱 結果這個女生是誰 她其實是一個小網紅 那她本身是個YouTuber 然後有教一些健身 一些美妝的一些活動的 結果她就很生氣說 為什麼要盜我的圖 實在是很無言 因為她所有的朋友 都在問她說 你是不是確診了 是不是就是你 還是你真的被盜圖 她就說我沒有確診 我很平安 我沒有盜圖 那另外一個被盜圖的人是誰呢 所以不是這個 對 這個不是 那這個人 這個人偉翰哥剛剛應該 這個偉翰哥有看到 這我在網路上有看到 對 就是長得很高挑 然後去打高腐朽 這個也不是 對 他也不是 這個人 他其實就是連千億之前 拒絕連千億包養他的 也是小網紅叫子涵 今天他本人在臉書上 也PO出來說 我很好 我沒有確診 而且我也沒有去什麼酒店 不是我 對 那這張照片 他們就是滿冤枉的 就被盜圖盜用 所以到底傳說中的 傑西到底是誰 其實到現在大家還不知道 不過我相信 現在很多酒客 都在擔心說 到底傑西是誰 我有沒有點過傑西的台 他們也擔心自己 可能怕被匡列 因為現在光是這個案例的話 其實已經被匡列了 七十幾個人了 目前為止的話 雖然都還沒有任何的陽性反應 不過所有酒客都滿擔心的 所以其實 因為防疫真的不能有任何的漏洞 還有任何的疏漏 像特種行業 當然那是一個防疫的大漏點 現在就出現了這個缺口 大家還記得 金巴黎的確診台商 就是這個其實是很早就回來 好像是第三案還是第四案 他確診之後回到台灣 第三案 他確診之後回到台灣之後 又跑去高雄的金巴黎酒店玩 結果後來這個台商現在怎樣 他已經77天住在 負壓隔離病房了 還是不能出院 不想大家都忘了 真的 太可怕了 怎麼會這樣子 因為77天已經是兩個多月了 他一直希望能夠出來 不過我們現在的規定比較嚴 就是要三陰 就是要連去測試 三次都是陰性才可以出來 但是因為他一直無法達標 就是總是會有偽陰偽陽 或者是其他的狀況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出院了 他很早 第三案 我們現在已經300多萬了 他一直希望能夠離開 77天的 不想大家都忘了 這個事情其實也是跟大家講 我們現在目前台灣是行有餘力 我們控制得比較好 所以我們會嚴格的掌控這一些 像這樣狀況的人 你不可以出院 我們的標準是三次陰性才能出院 在列車尼性才能出院 是一個紅色型的 我會在列車封鎖